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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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可能因天然 今天两家一帝 同之方就听音信 尋找渺茫落地 同向开心如雪碑 非甲的喜顺 心知犯怒之险利 各把他本性归真 明天各层落下 从此分清我们 谁会改变 心中的准备 共有夹能知 故想祝福有魂气 曾经雪梦落世 离开方舟各不忌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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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小姐, 你覺得中餐太單調了嗎 這麼多年來我們也是這樣 我知道, 如果放些花在這裡 你會不會覺得好一點 好 謝謝 對, 窗簾有空換過 不過沈先生, 你喜歡白色的 是, 不過好像比較單調 你也有空換鮮色的菜 是 是 早安, 老小姐 早安, 黃沈 義軍, 早安 有早餐吃了嗎 有的了, 我現在去拿 剛才我樓上更多善童 她說待會我來吃早餐 好, 老小姐 好, 不用擔心 好, 老小姐 你再去拿去 沒有, 先吃早餐 好, 老小姐 有, 先吃早餐 好, 先吃早餐 好, 老小姐 是 小文, 我有事要回香港 這一兩天不能陪你 是老師, 你又要走了 不是, 不過這次我回去 過兩天就回來看你 我知道你騙我 我騙你甚麼 我知道你這次回去 以後都不會再回來 是嗎? 怎麼會 昨天爸爸來看過我 他問我覺得你怎麼樣 我記得以前每個老師都是這樣的 爸爸一問我, 他們第二天就走了 你放心, 小文, 我不會走 你爸爸也沒有打算讓我走 這次我回香港是自己請假的 那你也就是會再回來 當然 如果你不相信我, 我們勾手一下 好 我替你換件衣服 嗯 脫一件 我看見了 旋小姐 你知不知道沈先生在下面等你吃早餐 對不起, 我只顧替小文換衣服 這裡不是你家裡來 如果你不準備去吃早餐的話 你就不要告訴人你要下去 免得別人等你 老小姐, 我的工作就是負責照顧小文 我當然要做好自己的事才去吃早餐 老小姐, 我有些私事 想跟你請你去嫁回香港 甚麼私事 說不是私事, 當然是不想告訴別人的事 是呀, 那我就拿不到主意了 你自己去問問沈先生 善老師, 老小姐對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你不要生氣 好呀 沈先生, 孫小姐還在小文房 她說一會兒才能下來 還有, 她說要請兩天假出香港 她沒有說甚麼事 沒有, 她只是說私事 是呀, 沈先生 我覺得這個女孩子太不懂大體了 你怎麼這麼說 她如果要來吃早餐的話 應該預先通知廚房 要請一輛車去香港 是不是應該先跟你說一聲 這個沒有規矩 怎麼可以教得好小文 不如跟小文找另一個教師吧 好呀, 讓我考慮一下 不過, 暫時小文也需要她照顧 而且, 請個家庭教師來到大嶼山那麼遠 是有點困難的 不如遲下再說吧 好 對不起, 要你等我 不要緊, 坐吧 為甚麼我突然間好像這麼緊張 小小姐, 謝謝 不用 沈先生, 我想跟你請兩天假 我知道了, 剛才老小姐幫我趕過你 如果你沒甚麼特別事 最好是早去早回 你知道小文要你看著她的 還有, 下次如果你要請假 最好早兩天跟老小姐說一聲 我看著我笑, 怎麼看著我笑 小姐, 你覺得我們這間工作人對你怎樣 是嗎 不錯 你對我已經過分好了 不過千萬不要借議員 說要跟我一起出香港 對了, 這次你去香港 有甚麼事要做 要不要幫你忙 不用, 我只是做一些私事 我自己搞定 拜託你不要再問 再問我也不會回答你 這樣吧, 我陪你去碼頭 不用了, 我叫阿成送我出去便行 你為甚麼在沈先生面前對我這麼好 還是不吃, 快點走好了 要不然她多問兩問, 她越整越緊張 沈先生, 我還是不吃了 我想最早去香港 好 啊, 出到來, 一身都鬆了 好過剛才的氣氛這麼復甦 有個氣氛的氣氛 快點快點吧 快點快點 來了, 走 記得我嗎? 那是… 上次你和沈先生在一起 我通過你回家了 我記得了 沈先生叫我在這裡等你 他還給你一輛車用 這張是我的卡片 如果你用車你可以叫我 這裡不等多久 或是上車再說 好啊 好啊 沈先生,你想去哪裡? 請回家 懂得找一輛車來接我 又不錯 媽,我回來了 媽 阿彤 阿彤 福伯 你回來了嗎? 是呀 剛剛在煮飯 福伯,我媽去哪裡了? 你媽去北京旅行嘛 一個星期才回來的 去了北京? 是呀 我剛剛在煮飯 煮了你,不就自己做吧 不用客氣了,我待會就出去找人 隨便你,你自己休息一下 謝謝 我還特地請假回來看媽媽 誰知道她又去了旅行 想找個人談心事都沒有 現在一個人怎麼辦呢? 不如去找阿信叔吧 小姐,想寫一封信嗎? 不是呀,我想問問你 經常在那邊擺檔的信叔呢 他有沒有開檔? 信叔呢?他不開檔幾天了 我看他今天拍拖旅行也不行 謝謝你 不用了 難道阿信叔真的跟媽媽去旅行? 遲了 善童呀善童 現在連信叔也有聲氣了 你真的要快點決定這件事才行 進來 沈先生,你找我嗎?有甚麼吩咐? 我想出一趟去香港 今天不是星期五,那你會… 我是要星期五才能出去嗎? 不如我陪你一齊出去好嗎? 不用了 我陪你去,可以跟你打點一下 我都這麼大人,要怎麼打點? 沈先生,我很久沒出香港了 我想出去逛逛 你又出門去誰照顧小敏了? 好嗎? 好嗎? 阿姨, 你覺得我的人怎麼樣? 不錯, 不過有時候稍微偏激一點 我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我在這裡做了二十多年 難道你沒感覺到... 難道你沒感覺到我... 你想說甚麼?照直說 如果我告訴你, 我認識了一個男朋友 你會怎麼想呢? 那是好事, 每個人都應該有歸宿的嘛 你真的這麼想? 你對自己呢?你對這個問題是怎麼看的? 我們還是不要討論這個問題 小米在樓上, 其實我看著他 小米在樓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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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麻煩你 麻煩黃小英 她現在在醫院 在醫院? 她快生孩子, 當然在醫院 麻煩你 麻煩你 一個一個都結婚 連兒子都快生了 明天我又要做伯母 都老了, 應該結婚 結婚 有人喜歡又煩 沒有人喜歡又煩 究竟我應該選擇哪一個才對 誰這麼肚餓 吃完再算 老闆娘, 給我一塊魚蛋粉 老闆娘 唉, 真沒 唉, 一個人吃東西 真沒人 唉, 吃完東西去哪兒呢 唉, 反正有個車用 不如去游一下車吧 善小姐, 想去哪兒? 我想去多阿芳 請你游一下山頂 隨便吧 是呀 沈先生每次出來 是否由你載她 是呀 沈先生, 逢星期五出來 香港都是我載她的 她是我們公司的場地客戶 沈先生, 逢星期五出來 做甚麼的 不是很清楚 沈先生還說 一會兒會出來 是嗎 是 她還說 今晚訂了一張桌 想請你吃飯 不知道你能不能帶人去呢 那好吧, 如果我去的話我叫你 好 找哪位 請你善童在這裡問 我是呀 我是天宋 天宋? 是呀, 我稍後出來香港有些事 我順便來探望你 就這樣說, 待會兒見, 再見 好 又會這麼巧 兩兒子爺一齊出來 今晚沈先生還約了我吃飯 去不去好呢 就算我不去, 我也要快點走 要不然, 一會天送來了 都不知道怎麼應付她 真可憐 真可憐 現在有家也不能回家 今晚怎麼樣 去不去跟阿雲先生吃飯好呢 不行的, 我不能去的 我這麼辛苦, 從大山走出來 無非是想避開他們 自己冷靜一下, 想想 現在這件事我還沒決定 怎麼可以見她呢 看見面, 看見面, 看見面 看見面, 大家不知道怎麼 不行的, 我不可以去的 我怎麼都不去的 我不去, 我不去 不去, 不去, 不去 大師姐, 有人要找你 我找人的 隨便 在那邊 去哪兒 去哪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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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了, 我去哪兒呢 去哪兒呢 兩份女兒 對不起, 我遲了 沒關係 聖誕快樂 這裡的情調不錯 不過沒話說的糟糕 不知道她在問甚麼 你不問, 我問 沈先生 你很多時候都吃牛扒吧 偶爾 既然她出來了 不知道她考慮得如何 女人都會害羞一點 我問問她 善小姐 你也喜歡吃牛扒吧 間中了 這次是問牛扒 下次問正題了 糟了, 如果待會她問我肯不肯嫁給她 那我怎麼辦 問呢 善小姐 糟了, 問吧 這個牛扒是不韌的 不韌, 不太熟了 你也夠韌嗎 不韌, 挺好的 好 你平時喜歡吃甚麼 我比較喜歡吃中國菜 是嗎 尤其是上海菜我不太喜歡吃 那些上海粗炒麵 小籠包 很多很多都好吃 尤其是那些毛細肉骨頭 好啊 你也很喜歡吃那些肥的食物 是啊 不過好幸好吃極可不肥的 但是也不瘦 尪廠 沙漠 嘩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到了 到了这个时候 她还不走 她应该疼我 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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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趴回来吃饭吧 我吃不吃我的打热烤来的 是呀 说清楚才是这样 我還是先走了 我乘下了兩點的船回去, 你跟我一起去 跟我走 怎麼會在這兒呢? 師父, 你回來了? 是呀, 你怎麼來的? 昨天我來找你的時候 你怎麼來的? 你給我做了福白, 開門給我的 我昨天還沒給你電話, 我說會上來找你的 你還要出去? 我有點事 你昨晚整晚沒有回去去哪裡? 如果你不想說, 就有他 我關心你, 問問你 都算你會做 對了, 其實我這次出來香港 我有些話想跟你說 說甚麼? 我想在廳裡不是很方便 不如進房間跟你說 進房間? 如果他抓住我的手, 說我愛你 那怎麼辦?別搞 不如這樣吧, 我跟他到街上走走 一邊走一邊聊, 好嗎? 有 你知不知道我想跟你說甚麼? 不知道 不要說太刺激的事就行了 你猜不到我轉變得這麼快 轉變?甚麼轉變? 你不覺得我不同了嗎? 是呀, 你最近好像開朗了 我才發現, 做人應該是堅強一點 不應該這麼容易放棄自己的生命 我是不是成熟了呢? 還有, 我應該聽你說 把自己的心裡想怎樣告訴你 明天告訴你 明天告訴你 那你又聖誕的氣氛不錯吧? 是呀 你看看那邊多漂亮 唉, 昨晚是不錯 今天又差一點了 是呀, 看得不錯 是嗎? 是呀 不過, 就吵點 我也覺得吵點 不過, 如果是晚上呢 哪裡有靜啊 對面那些燈飾也有靚呢? 那不如今晚我們吃完飯再來過 不好了 我一會兒要回大嶼山 你這麼快回去 你既然請假了 不如玩久一點吧 不是呀 我只顧小敏 我想回去看看他 那不如我和你一起進去吧 不用了 我一會兒要回家洗頭洗澡 不如這樣 你有你回去, 我有我回去吧 你不喜歡和我一起嗎 不是 糟了, 那怎麼辦呢 他們兩個爺爺不是會碰頭嗎 那就行了 我們一整晚一起和你進去吧 我都說我要回家休息一下 這樣吧, 我先回去 待會兒進去再見 就這樣吧 去吧 遲了, 不知道雲山來了沒有 仙湯 幸好抓到你 你怎麼搭一班船走的 我也不吃飯了 我和你帶這班船回去吧 那好吧, 一起走 去吧 都差不多時間了 上船先吧 你覺得我可以怎麼搭一班 你不行 你真的可以怎麼搭一班 你真的不做 你還可以吃了 你怎麼搭一班 就算你不做 我沒有這個 你怎麼搭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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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过 你怎麼搭一班 你怎麼搭一班 就不簽人 我搭一班 你搭一班 我搭一班 幸好 在什麽後 我都猜到你們會是這樣的 不過你們也要找人說說話才行 不過這樣, 沒話說都比你們打起來 還想說出香港避下 讓我冷靜點想清楚 誰知道還搞成這樣 王嬸, 今天抹了塵沒有? 抹了 眼燈還有很多塵 那我稍後抹了 義官, 善小姐, 大少爺, 回來了 阿嬸, 小小姐 怎麼這麼巧三個一起回來 遇到而已 小文怎麼樣? 睡了 謝謝 謝謝 為甚麼?為甚麼天宋又會出香港? 為甚麼他會跟善童一起去碼頭呢? 既然善童要跟我一起回來 他為甚麼又會帶來天宋來? 他明知道我在碼頭等著他 他這樣做到底是甚麼意思? 為甚麼爹地跟善童一起去碼頭呢? 又不像碼頭 九成九個約定 昨晚整晚善童沒有回來了 難道跟爹地在一起? 豈有此理 這房間一龍二嶺沒有一件事是我的 他現在這麼老, 還要跟我搶善童嗎? 要跟他說清楚 糟了, 剛才我跟天宋一起去碼頭 被雲山看到, 不知道他怎麼想 如果我不主動向他解釋 他一定不會追問我 萬一他以為我握他的感情 他到時就更糟了 我這麼難才跟他溝通到 我不可以讓他誤會我的 不行, 我不可以這麼魯莽 那天宋怎樣? 他又這麼激動 萬一他受不了這個刺激 做出甚麼傻事 那你更慘 但是, 我又不可以跟天宋好 這樣, 雲山會誤會過我的 總之千錯萬錯, 都是錯在我來這裡 如果當初我不是來這裡做家庭教師 那就甚麼事都沒有 唉, 我不理得這麼多 一定要把這件事跟雲山說清楚 免得他誤會更深 先逃, 我有些事想跟你說 你一邊來吧 我也有些事想跟你說 不過你先進去, 我待會兒來找你 好, 我有些事想跟你說 好, 我有些事想跟你說 進來吧 坐 你說我笑得好不好看 不錯 那你笑一次給我看看 無緣無故有甚麼值得我笑 甚麼笑都值得的嗎 那你怎麼才笑呢 如果按照你這麼說 我不是一輩子對著一個木頭人 我怎麼會快樂 但是我覺得天宋跟你年紀相近一點 你們是要等對一點的 年紀有甚麼關係 我從來都沒有介意過 好啊 我喜歡的是你, 不是天宋 你知不知道天宋怎麼對你 我知道, 他對我很好 昨晚他還等了我整晚 但是這樣又怎麼樣 對我完全沒有影響的 他只是一雙情願 在我心裡, 只是喜歡一個人 就是你 你肯接受我吧 我出去跟他說清楚這件事 進來吧 今天兩家一帝 同一方就聽音訊 尋找渺茫落地 同享開心如說秘 你, 非甲的喜順 心知犯老致欠離 各不他本性歸真 明天各場路 從此分齊我們 誰會改變 心中的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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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有盡量之 互相祝福有運氣 曾經說聞那合勢 離開方舟各不及 未來